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楚湘云出道以来,唯一一部挑战从影底线的电影,青涩程度满天飞,尺度之大,让人叹为观止。 春满楼的小云刚刚洗完澡,突然一个鬼灭人闯了进来,不等他大声喊叫,鬼灭人直接一把就将其放倒,接着小云惊吓过度便直接晕了过去。 当他再次醒来时,已经被鬼灭人绑在柱子上面,看到鬼灭人的样子,小云惊恐万分大声喊叫,接着小云便开始百般哀求鬼灭人放过自己。 可是鬼灭人毫无怜香惜玉之心,眼看自己的哀求没用,小云赶紧冷静下来,突然小云发现,眼前的鬼灭人是一个男人所办,既然是男人,那自己就有办法。 毕竟这些年在春满楼不是白混的,自己见过的男人比吃过的饭还多,什么样的男人,也别想逃出自己的手掌心。 就这样,小云很快就对鬼灭人使出魅蜀,可是鬼灭人不为所动,接着小云又说道,只要给自己松绑,接下来什么事都好说, 鬼灭人听到他这句话,好像有些心动,接着静止来到小云面前,二话不说,直接甩手,就是两个大嘴巴子。 不难看出,这个鬼灭人对他没有丝毫兴趣。 就这样,小云受到无情蹂躏,在他惊恐万分的眼神中,鬼灭人直接拿出大砍刀,手起刀落割开头皮, 然后又在小云的头皮上面,灌上水银。 这样一来,鬼灭人成功得到一张完美的人皮。 电影开始,小云失踪的消息,很快就传遍整个凤凰镇,不快立马四处寻找。 在寻找的过程中,王捕头听到一位老者说,最近接二连三的,有漂亮女孩失踪, 听说是有人将她们,做成了人皮灯笼。 老者的话一出,更是让整个镇子上的居民,人心惶惶。 而镇子上的大户,龙帅,变成了嫌疑人,原来龙帅一直对小云情深一浓。 可是在前不久,小云突然就对龙帅说,自己想要从良。 而他所嫁的人不是别人,正是龙帅的死对头谭三爷。 听到小云的话,龙帅顿时就火冒三丈,并且还扬言,只要小云敢嫁给谭三爷,自己就会弄死他。 而这句话,正好被春满楼的客人听到,只见龙帅愤怒地说道, 我现在正式警告你,你什么人都能嫁,唯独不能嫁给谭三爷,如果你敢嫁给他,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 这些话很快就传道,王捕头的耳朵里,就这样龙帅被捕快们盯上了。 而龙帅也不傻,他也知道捕快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,于是就承认了自己当天所说的话,并且还巧妙地把这些全都嫁祸给了谭三爷。 这边树林中一个漂亮妹子正在打猎,可是他并不知道,此时自己已经被鬼面人给盯上了, 但是女人并不害怕,只见他伸手矫健,轻松躲过鬼面人的第一次攻击,并且还反手射了鬼面人一箭。 可是鬼面人的武功之高,轻松躲过这一箭,顺势又将女人打倒在地,接着鬼面人拿出一个大布袋,直接将女孩给掳走了。 随后,鬼面人就将女人绑回自己的住处。 可是这一次,鬼面人竟然摘下面具,看到凶神恶煞般的男人,女人不停地大喊救命。 也就在这时,女人趁鬼面人不注意正脱开,两人再次扭打在一起。 可是由于空间太小,影响了女人正常发挥,没几下再次被鬼面人降服。 随后,鬼面人没有丝毫怜脸香惜玉,直接摇起滚烫的水银吓唬女人,女人再次惊恐大叫,正脱开鬼面人。 可是,她怎么是鬼面人的对手,很快再次被鬼面人控制,借着男人满嘴的乌言晦语。 看到女人仍旧强硬无比,鬼面人只好拿出一张人皮,看到血淋淋的人皮,女人顿时没了脾气。 很快,女人失踪的消息再次传遍镇子,可这一次却直接闹得满城风雨。 因为这一次失踪的女人正是谭三爷的妹妹,所以肯定不会轻易地结束。 因为谭三爷在镇子上同样有着惊人的势力,就在妹妹失踪当天,谭三爷就派出所有的手下前去寻找。 可是手下们将镇子翻了一个遍,也没能找到妹妹。 在看到这样找下去不是办法后,于是谭三爷就直接找到王补头。 由于先前龙帅把小云失踪的案子嫁祸于他,如今妹妹也失踪了,谭三爷就感觉这件事情和龙帅脱不了关系。 很快,谭三爷就将龙帅约了出来,两人本就是仇家,如今又是面对面。 龙帅丝毫没有情面,看到他的样子,谭三爷顿时就气得火冒三丈,随即就和他打了起来。 王补头见状,就想上前阻拦,可是两人毫无退让之心,最终龙帅胜了一招,这才罢手。 由于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,谭三爷怀恨在心,很快就找来一名杀手,想要将龙帅解决掉。 可就在龙帅和杀手你来我往,打得不可开交之际,妻子金娘的身后,鬼灭人突然出现,接着金娘一声尖叫,直接扰乱了龙帅。 很快,鬼灭人就将金娘掳走,而杀手也在此时离开。 随后龙帅来到房间,而妻子的身影早已不见。 其实鬼灭人曾经和龙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,可是当年两人因为争夺金娘而大打出手, 鬼灭人在战败后又遭到龙帅一番羞辱。 此后,鬼灭人便隐姓埋名躲在深山老林,每天都以座灯笼为生。 就在前不久,龙帅还特地前去寻找鬼灭人,他这一次不是为别的。 他只是想让鬼灭人给自己做一个能够胜过谭三爷的灯笼, 可是鬼灭人早已经被仇恨蒙蔽双眼,在答应龙帅的请求后, 他就来到龙帅的家里,在看到金娘后,鬼灭人毫不留情地将他拉住。 而龙帅在看到屋里的鬼灭人后,随即就和他大打出手。 可是鬼灭人现在的武功早已经胜过当初,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报仇。 在他将金娘绑回来后,就开始对曾经的爱人进行变态的折磨。 这边杀手前来见谭三爷,可是谭三爷并不想这件事情弄得人尽皆知, 于是就使用计谋将杀手送去领了盒饭。 随后,谭三爷就命人把杀手的尸体埋在荒郊野外, 可就在半路上,鬼灭人再次出现,吓得众人四散而逃, 可是他们又怎么能逃得掉,最终全都被斩杀殆尽。 这边,一个小伙突然看到上面有许多人头。 而这些人正是谭三爷的手下,小伙顿时吓得屁滚尿流, 很快众人全都赶过来围观。 很快王捕头带人来到现场,而龙帅和谭三爷也很快来到。 仔细一看,龙帅大吃一惊,因为那晚刺杀自己的杀手, 人头也在上面。 而谭三爷则是装出一副不关我事的样子。 而此时鬼灭人也正在现场看着一切。 在看到他后,龙帅就直接跟了上去。 随后,鬼灭人就把谭三爷找杀手, 行自龙帅的事情告诉了他,听到他的话,龙帅异常愤怒。 龙帅走后,鬼灭人再次做起灯笼, 可就在这时,突然一个老头来到。 鬼灭人看到后,愤怒不已,直接就将老头残忍杀害。 而看到这一切惊扬惊恐不已。 这个女人太惨了,只见她被变态男人五花大绑起来, 随后男人便磨刀祸祸,女人知道她肯定不会放过自己。 随后鬼灭人来到金娘身旁, 然后就把自己这些年心中的不满,全都说了出来。 他说,龙帅当年仗势欺人,横刀夺爱,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, 你竟然也建议丝迁,贪图荣华富贵, 嫁给了他,所以你感觉我会放过你吗? 听到他的话,金娘大喊一声住口, 接着又说道,原来你做这一切是为了报复, 他不仅要让龙帅家破人亡, 还要把他抢走的东西拿回来, 接着,鬼灭人就开始和金娘玩起了套圈游戏。 完事后,他又狠心把金娘的皮包了下来。 这边龙帅找到谭三爷, 直接说出来意,这一次必须你死我亡。 而谭三爷见状,直接拿出自己的兵器, 和龙帅打斗在一起。 可是,两人打了几十回合, 未能奋出胜负, 就在这时龙帅使出家传的如来神掌, 打在谭三爷的身上。 而谭三爷也不甘落后, 回给龙帅一记重拳, 两人此次两败俱伤。 由于谭三爷的百经大斧, 龙帅不敌,就在他即将领盒饭之时, 鬼面人突然出现, 此时龙帅明白了, 这所有的事情全都是鬼面人所为, 在打斗一番后, 鬼面人快速逃离。 可此时谭三爷已经命在旦夕, 龙帅也没有落井下石, 而是放过了他。 过了几天, 龙帅养好伤, 就前去寻找鬼面人报仇血恨。 一进门, 龙帅就看到, 这里面挂的全都是举世无双的灯笼, 而其中一个灯笼上, 还有和金娘一样的质。 随后, 龙帅继续寻找, 可就在这时, 他看到了妻子金娘, 可此时的金娘面目全非, 看到妻子的样子,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也就在这时, 鬼面人出现, 他想要快速将龙帅解决, 还好龙帅反应及时, 这才躲过第一轮攻击, 可此时的鬼面人武功极高, 根本就不把龙帅放在眼中。 每几个回合, 就将龙帅打得毫无还手之力, 也就在这时, 一个人突然来到, 直接一剑就刺中了鬼面人。 而来人不是别人, 正是谭三爷, 为了给妹妹报仇, 谭三爷这时也活出老命了。 最终, 鬼面人在两人的合击下, 成功再次将两人打败。 这时, 王捕头带着捕快来到, 看到他们人多势众, 鬼面人直接躲进山洞, 众人见状赶紧追去。 可就在这时, 山洞发生塌方, 只有龙帅一人进去, 两人在山洞中展开殊死搏斗。 随后, 鬼面人将油灯打翻, 山洞中瞬间燃起熊熊大火, 就这样, 鬼面人被活活烧死。 而龙帅幸运地逃过一劫, 可是他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。 在经历过这些事情后, 龙帅突然想明白了, 此时他决定要去佛门当和尚, 而他所有的家产, 全都施舍给了穷人, 电影也到此全部结束。